第一个 顺宪法授业 我们叫宪运时报 你现在所造的 现在就受到国保 你造罪业 现在受到国家法律的刑法 这是现实报 你造到善业 你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 这是现报 那么我们看 袁了凡先生的 私讯 家庭私讯 了凡先生 听了云古禅寺的开始 知道命运是自己造的 命运自己可以改 怎么改呢 断一切窝 修一切身 这一桩事情 我出修佛的时候 张家道士叫我 他叫我 看破方向 我向他老爷家请教 从哪里下手 从什么地方入门 他叫我修佛师 三种佛师 佛师就是方向 财佛师 国保的财富 法佛师 国保的智慧 无微佛师 国保的健康成熟 叫我修这三样 这三种佛师 是因 得三种国保 辽凡先生 修财佛师 修法佛师 修无微佛师 发疗心之后 正干 命运正干了 第二年参加考试 孔先生算他第三名 他考到第一名 提升了 这国保啊 那命中没有儿子 他也是吉功雷德 求儿子 果然得到一个好儿子 他只有一个儿子 可是这个儿子 给他生了 好像是九个 十个生子 所以家庭就忘记了 第二代就兴奉起来了 一直到现在 对家人都很好 过去 我住在跑马地的时候 我跟他们有联络 跟辽凡家的家人 后代有联络 难得了 后世子孙 还是一教奉行 这一家好人 命离命 没有静思 没有巨人 这叫公民 用现在的话术 就是学位 古时候最高的学位 是静思 第二个学位 是巨人 第三个学位 是秀才 他只有秀才的命 命里头没有巨人 没有巨人 结果也是 法院 断卧修身 求公民 他去参加考试 考证 举人也考证 静思也考证 做官 他命里头 有官云 小官 四川 一个很小兴奋的 现场 这叫县令 直线 结果命运改了 他考取 尽词之后 发表 他到保底 当县令 保底县 是直设于中央 像现在的直下室 不是归省管 这个身份 地位就高了 寿命 只有53岁 他们有求长寿 他是74岁过世的 年寿 20年 可以改呀 命运能改呀 不是不能改呀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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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